就嚴硬力大,是當代中國青年的普遍煩惱 就連海歸的留學生也難逃騙運 我自己是一位留學生,家裡花了兩百多萬 送我出國留學,回來一個月的工資四千多 我計了一下,可能要幾百年才能賺夠花出去的錢 周圍的親戚都看不起我,還周笑我,確實真的很難 在上海差不多一個月了,還沒找到工作 昨天晚上突然焦慮症發作,一夜都沒睡著 又趕上了生理期,頭痛,全身都沒力 今天只能躺在床上,這個找工作遙遙無期 回不了老家,融入不了一線的城市 不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 還有大陸媒體報導,一名叫Alex這女孩 在美國導演了高中、大學堂研究新的學業 總共用了五百萬元 她的本科就讀於建築專業 碩士則是畢業於世界頂尖設計學院 美國羅德島設計學院 然而儘管擁有這麼高的學歷和背景 她在回國後,還很難找到工作 2020年回國後,經過三輪面試 她最終在一家國企找到了工程師的職位 但她的月薪稅後只有六七千元 再加上年總獎才能勉強達到上海的平均薪資水平 其實,Alex的經歷並非個案 最近幾年,劉鶴用了幾百萬回國後 月薪七八千,這種情況已經很普遍了 一方面,現在在中國學歷普遍都貶值 不單只是海歸貶值 你看那些清華北大的工作也不好找 九百五也不好找 整體大環境的是大學生太多了 預計今年高考畢業生超過一千一百七十萬人 近幾年,關於留學貶值的議論越演越烈 儘管66%的留學生認為 歸國就業有優勢,並對之抱有信心 但2024年中國留學生歸國求職的洞察報告顯示 仍有40%的留學生對回國就業感到焦慮和迷惘 與2022年相比,2023年預期能夠獲得兩萬五以上 甚至的學生比例直線下降 很多學生將甚至預期調整到八千至一萬八 這個較為現實的區間 而且高薪就業不再是留學生的普遍期望 越來越多的海歸選擇進入國企 外企或國家機構以及事業單位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信息 2022年希望進入國企工作的留學生佔比 38.8% 排名第一 希望進入外企或國家機構或事業單位的留學生 分別佔比27.1%和20.9% 還有分析指出,留學生可能是一些學生家庭 做出的最不明智的決定 因為花費幾百萬留學後 回國收入為零的海歸越來越多 除了多了一個英文名 這樣的學歷並沒有體現出多少合金量 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有兩個 第一,很多留學生都是學渣出口轉進口 只不過是運過文憑 國內成績都不忍直視 去國外道今也沒有好的專業選擇 什麼美國歷史英國文學 這些專業不能說沒用 只能說完全廢物 在歐美那邊找不到工作 更不要提在國內了 這樣的海歸畢業是直接失業了 他們在社交平台成立了小組 名字就叫海歸廢物回收互助協會 第二是因為國內太遠了 一邊是國內大學畢業生人數利創新高 不斷擦身著最難就業界的風值 而這些大學生很遠景的長三 相對來說很隨來一點 自我吐槽完之後 該上班上班 沒有上班的靠送外賣 開網約車來買房的也不少 國內各個賽道 哪怕是入臉師 街道辦事處都集滿了本土的畢業生 海歸的就業壓力就非常大 從事留學移民行業 超過20年的業內人士建議 如果是普通家庭的留學生 畢業以後不能夠回國 就盡量不要回來 因為如果本身是家庭背景不錯的 又是名牌大學畢業 回國以後還會比較好運工作 但是如果家庭背景比較普通的 畢業院後也比較普通的留學生 真是要好好考慮 回國後會面臨的問題 據說在北京這樣的地方 每年畢業的研究生的數量 已經超過了本科生 全國有17萬大學生在這裡送外賣 還包括5萬的研究生 你畢業以後 如果選擇去一線城市參與競爭 我知道這個勇氣可加 但是你一定要考慮清楚 此時此刻 憑你自己的努力 在這樣的城市去自家 難道已經非常不少了 讀不動就要上千萬個房 理想一下 你什麼時候才能夠買得起呢? 還有對你人生產生最大影響的那些青春歲月 你是在國外完成的 中國這個職場競爭程度 可能要超過你的想像 並且人情世故的複雜程度 也是一個挑戰 有網友介紹 我們家庭就遇到類似的難題 姑姑家傾其所有 花了一百多晚 將兒子送到美國去留學 去年兒子留學回來 但是沒有找工作的打算 姑姑全家 本來以為兒子留學回來以後 能夠找一個非常好的工作 但是以願為 今年過年的時候 他們就在談這個事情 感到非常焦慮和困惑 不知道該怎麼幫兒子 試圖和兒子溝通找工作這件事情 但是兒子自己好像一點都不上心 這就叫姑姑的全家 感到非常無奈和失望 中國目前面臨嚴峻的經濟形勢 就業市場壓力巨大 今年6月 中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信息中心發佈的 2024年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 跌至4月中旬 只有47.8%的應屆畢業生收到錄用通知書 比去年的50.4%還落低 今年公佈的福旦大學2022-2023學年 本科教育質量報告顯示 該校2023年 應計本科畢業生直接就業人數為583人 佔18.07% 在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 選擇讀演繼續深造的學生比例 佔畢業生總數的70.61% 網易層報導 中國商一流高校上海海洋大學 召開內部會議時 在大屏幕上顯示 截至2023年4月 該校整體就業率僅為14.83% 其中本科畢業生為13.64% 研究生為17.27% 據悉 上海高校平均就業率為32.8% 其中本科畢業生就業率為24.1% 研究生就業率為40.66% 儘管失業率高升,但今年高校報名人數 依然創低了1342萬人的歷史升高 選擇考研的大學生也越來越多 過去四年來,CXC研究生全國同一考試報名人數 不斷刷新記錄,2020年為341萬人 2021年為377萬人 2022年為457萬人 2023年增至474萬人,再創新高 面對高失業率和競爭經歷的就業市場 一些年輕人選擇不同的出路 大陸重點大學畢業生白女士表示 現在年輕人選擇不同的出路 一種是在單位裡拼命工作和加班 有些人出國尋找機會 還有些人選擇躺平,不再積極爭取 有一類人,真是放棄一切,採取極端措施 應屆畢業生找工作,到底有多難? 在上海打工的門門分享說 她弟弟是今年24屆本科應屆畢業生 經歷了實習期後,回到學校寫畢業論文 並取得畢業證 現在已經是7月份,她即將離開學校 卻依然找不到工作 弟弟說,她宿舍四個人 沒有一個人找到工作,都回到家了 有人回家準備考公務員、同事業編制 有人準備考驗,她自己在學校投了很多簡歷 但大多數都已經讀不回,或者未讀 她學的軟件開發 投遞了開發崗位的簡歷 但幾個軟件公司都沒有回應 反而有很多房地產銷售找她 基本上,只有銷售崗位會主動聯繫這些應屆畢業生 實在沒辦法,只能來投靠姐姐 希望我能幫她改一下簡歷指點方向 現在一家五口人,住在兩西一廳的房裡 只能叫弟弟先躺在客廳,找到工作,再租房 弟弟說,手裡只有三千多元 如果不是投靠姐姐在上海找到工作 一個月都生活不到 25歲在上海打工兩年的普通本科畢業生小梅 則分享了她真實工資情況 小梅說,她目前在上海一家小營市企業做網路營運 月薪6000元,週末雙休,工作時間為朝九晚晚 中午有一個小時休息,公司包住宿 每天還提供幾元的餐寶 工資每個月20日發放 前幾天發了工資,扣除社寶和公積金後 拿到手只有5152元 每月工資一到,她都會將大部分存起來 每月只能夠留1000用於生活開支 小梅要求自己每月能夠存低4000元 平時自己煮飯基本都不點外賣 小梅說,雖然知道這個工資水平已經嚴重低於上海的平均水平 但她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情況會慢慢好起來 還有網友指出,現在網際網路公司倒閉了很多家 招聘市場也受到了巨大的影響 就連北大畢業,找工作都很難 有網友說,北大畢業的小行妹跟她說,找工作太難了 在某銀行、總行的招聘面試上,足足有9個人參加面試 7個都是清華、北大、福誕、交大的本科和碩士 還有一個是清華經營學院的博士 網友想幫助學妹找工作,願意 問了幾個在大廠工作的同學後發現 大家的處境都很難 在騰訊工作的同學說,她所在的組已經半年多沒有招人了 他們還談到一個本科保研的同學 本科畢業時能夠入一家國企 但讀了三年研究生後,畢業反而入不到那個國企了 一位今年23歲網友說,她畢業兩年,曾經在杭州工作 但不幸的是,因為一波裁員潮,她失去了工作 隨後網友決定回到家鄉 然而在藥店工作了一個月,也都被裁員了 先上了一個月的班,就跟我說,明天不用來了 因為現在藥店效益都不好,不需要那麼多人 你招聘之前,你為什麼不上一下? 不上一下需不需要那麼多人呢? 招了全部都裁員了,招的新人全部都裁員了 網友說,找工作實在太難了 她在各大招聘的平台上投了簡力 除了一些明顯的騙子回覆她之外,幾乎沒有人回覆 這種情況叫她非常焦慮 近日,安徽的80後博主 糯米在一段影片中,表達了她的心聲 現在實在是太艱難 糯米擁有本科的學位 但已經生業一年多,始終都找不到工作 她每天只能打日結和做零工來維持生計 這樣的生活叫她感到非常疲憊 糯米表示,這種生活真是叫我抄不下去了 為什麼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擺脫貧窮 無法擺脫社會最低層的生活 一天打住幾份工,但工資仍然不夠加劣變用 每一天,睜開眼上房貸,躲上眼上車貸 還有小孩子的開銷,各種家庭的開銷 叫她感到壓力三大 在南方城市,有一位名叫小李的年輕人 她曾經在一家網際網絡初創公司工作 但由於公司之今年斷裂,她無法面對失業的現實 這叫她陷入了沉重的經濟壓力中 尤其是她還有一筆不少的房貸要償還 小李的生活變得越來越艱難 每天,她努力找新的工作機會 但市場競爭激烈,很少有公司回覆她的簡歷 即使她想放寬條件,接受一些零時工作 來維持生計,都很難找到合適機會 在一次偶然的經歷下,小李看到了朋友轉發 2024年悲慘排行榜,她心中一沉 發現自己處於排行榜的第一級 失業,看著榜單上更高級別的描述 她感嘆到,自己或者還算是相對幸運的一類人 社交媒體上,越來越多的人分享著類似的遭遇和感受 有些人哀嘆著這個時代的艱難 有些人正在努力尋找解決方案 小李也是其中尋找著鼓勵和希望 希望能盡快找到新的工作 擺脫眼下的困境 重新拿著生活的主導權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你訂閱、點讚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